清明节节烧纸前,作为一个祭祖大节,清明节从何而来,烧纸习俗又有何意义呢? 清明节作为一个知名节目,雨春节,中秋节,端午节,一并成为了我国传统的四大节日。 它在我国的文化地位非同小可,毕竟在清明节期间内是百姓们举行祭祖扫墓的时期。 等于说,清明节自上古时期就有所传承,我们的先祖总结信仰与礼俗,这才慢慢转化为了传统的节日。 据传,清明节曾是在春秋时期,由当时的霸主晋能工设立,目的是为了纪念戒子归。 不过这毕竟只是个传说,毕竟,据推断清明节的起源时间,要比春秋时期更糟,我国的大物博,人们准备丰富。 每当清明节到来的时候,全国各地的民族习惯也各不相同,不过依然是一些最为基本的活动,例如烧纸,扫墓祭祖,外出踏青的。 其中烧纸作为我国传统的祭祀方式,流传于汉文化的交流圈内,关于它的起源存在着众多的说法。 有的人认为,是当时古人们的祖先崇拜,以及对神鬼之说的各种迷信思想观念,认为可以通过烧纸祭祀的方式,对在世的灵魂进行问候和尊敬。 在我国古的思想观察中,对于祖先的敬重占有特别的地位,古人们认为,击败祖先展现了个人和家庭的文化修演,是一种对于先祖的孝旧表现。 他们认为,认真击败了祖先之后,就能够获得先祖们的庇佑,为家庭和睦和人际交往,都有着促进和谐维持关系的作用。 此外,还有就说,认为烧纸和清明节韩石进火有关,我们都知道,在韩石节是需要进火的,而清明节则有很多次火的系统,因此清明节烧纸也就理所应当。 成为了一项广泛流传的祭祀活动,但两种猜想目前都没有得到正式,不过烧纸习俗的意义非凡,当纸钱烧完之后,人们相信它会随风而去,直到飘送至先祖们的手中, 也因此完成了人们的情感的一种忌妒,更表达了对于祖先的怀念和敬祝,体现了人们的凝聚力和真挚的信仰。 清明祭祖,上宫烧纸,还有人死投胎转世,若是不给王者烧纸会怎样? 投胎转世之后,烧纸还有用吗? 清明时节烧纸钱是自古以来的习俗,中年时人白居也曾写道,风吹与旷野,纸钱飞,古墓累累,春草绿。 在古代的时候,人们都会在烧纸的时候吹一块绸缎烧掉,不过在当时绸缎毕竟是奢侈,后来便改用折纸的方式,将纸钱周围元宝家具掉,以此作为供品烧掉,希望能给祖先们添置一些物品,也代表了后卫们的心意。 而有的人认为,祭祖烧纸的习俗来源于佛教,毕竟,佛家畅宝生死轮回之说,认为当年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,他的灵魂依旧会飘荡在人间, 进而在49天内投胎转世,而人们为了减轻逝者的灵魂,在人间经受过多的苦难艰辛, 并通过烧纸钱的方式,为试着送去祝福和保障,希望他们能够在那个世界过得幸福,不过经过一番求证,佛教的法师们都不认为,烧纸习俗是佛教传出来的, 毕竟在佛教的文化中,西方净土世界物保天华数不胜数,凡是来到此处的人们,都能享有数不尽的幸福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 只要一个念想就能失去愿望,烧纸的作用就显得多次一句,真正的佛教思想就是希望,人们通过修行而变得更好, 去世以后能够去往极乐世界,不会鼓励烧纸这种行为的传播,对于佛教思想来说,好人会去往幸福的极乐境土, 恶人不因前世罪灭转身为牲畜,因此烧纸对于他们来讲,没有必要,毕竟两者收获方式虽然完全不同,但都不需要钱财物质的供给, 所以这时候又有人问到,既然烧纸没有什么用处,那么不给试着烧纸行不行,答案当然是不行,因为烧纸对试着有没有用,稍微可取, 但对于圣主来讲,未先被烧纸祭祀,代表了自己的一片孝心,也承托着每个人对于祖先的思念和尊敬, 更别说,在外的故事有怎么那私人面香之情,都寄托在了这一张张的纸签中, 我们都希望,这些燃烧的纸线,能够随着威风,飘回自己的家乡,让自己漂泊的灵魂扎登故土, 这也正是我们华夏民族,长久以来凝聚而成的信仰和期望, 早清明,晚十一,清明烧纸别忘记,这其中的讲究和忌讳,你又了解多少, 清明节烧纸扫墓必不可守,其中的讲究和禁忌有很多, 所以云,前三后四,左五右六,因此在清明节前三或者后四天,正是清明节上分忌组的好时间, 据说,这表示,在这期间的阴江路较为宽敞,逝去的人们拉拉挥挥也不拥挤, 他们也能够更快地收到烧过去的纸签,因此在清明节当天, 烧纸却不是最好的选择,不过关于前三后四还有不同的解释, 有的人认为三年代的新坟是为前三,故在前三天进行上坟烧纸, 而那些老坟则选择在后四天进行祭盘,不过其中的讲究还有很多, 不便在此细细讲述了,除此之外,还有早清明晚十一之说, 这句话表示,清明上坟要在十二点之前, 只有在烧纸上坟完以后才能回家吃饭, 而在十一月初一寒一节,需要在家吃完午饭之后才能去烧纸, 此外,在选择纸钱的时候要多烧一些纸币, 少烧一些元宝或者家居之类的, 毕竟相对于纸钱来说,元宝和物品都不好带, 会给那个世界的人带去些麻烦, 烧纸的时候要留出一些纸钱,将其在祭祀的时候单独烧掉, 用以打负外穗的作用,烧纸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提起注意, 千万不要踩到别家的烧纸, 若是遇到时代绕不开的情况, 一定要心怀真诚的说声抱歉, 带着牵移的跨过去, 另外,烧纸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平静, 不要嬉皮笑脸的打闹开玩笑, 也不要在烧纸前的时候大声喧哗, 比较,祭祖是一个庄重习俗, 免得破坏的氛围对祖先造成冒犯, 总而言之, 有关于清明节上坟烧纸的讲究还有很多, 不管是时间,地点,行为,筹备, 都有着需要注意的地方, 不过对于一个不了解这些习俗的人来说, 这些都记住并遵守显然不太狠, 只要我们心怀对祖先的敬重, 认真地为祖先烧纸祭祀, 这样不仅能烧掉我们的烦恼和困扰, 也能给仙祖烧去祝福和私民。